12月10日 商务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 对近日有大批日本企业排队撤出中国的传闻做出回应 他表示 根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 对在华日资企业的调查显示 此类说法站不住脚 从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对在华日企的调查报告来看 2015年到2019年 在华日企扩大、维持和缩小 在华业务的比例基本保持稳定 其中计划缩小在华业务的比例比较小 今年4月 该机构对华南地区约3500家日资企业进行了调查 其中91.7%的日资企业表示 并没有计划转移在华业务 就要今年2月的调查增长了6.9个百分点 所谓大批日本企业撤离中国的说法 根本站不住脚 高峰表示 中国拥有超大规模的市场 完整的产业配套能力 充足的人才资源 良好的基础设施 所谓减少对华依赖的提法 不符合市场规律 也不会成为企业投资决策的依据 根据中方的统计 今年1到10月 在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95万家中 来自日本的企业有604家 实际投资金额达到202.6亿元人民币 实际上大部分在华日资企业 并没有考虑退出或者撤离中国市场 一些日企在日本和东南亚国家的投资 大多为新增的非同质化项目 高峰表示 中国将进一步扩大市场开放 加大对外资企业在产业链配套 产业转型升级等各方面的服务力度 有针对性的解决外资企业面临的实际问题 努力打造国际一流的市场化 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使外资企业能够直跟中国市场 实现互利共赢 此外发布会上 高峰也介绍了 为进一步巩固中国消费持续回暖的态势 商务部将开展的一系列促消费举措 在促进商品消费方面 开展新一轮汽车下乡和已旧换新 落实全面取消二手车现签政策 鼓励发展互联网加废旧物资回收新模式 促进家电家具等更新换代 在提振餐饮消费方面 鼓励企业弘扬传统特色 创新提升菜品 推介优质的特色餐饮 指导企业创新运营模式 推进线上线下融合发展 积极发展 在线下单 无接触配送等餐饮消费新模式 同时出台坚决制止餐饮浪费的政策举措 营造良好的餐饮消费环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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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